日前 台湾大手笔采购立陶宛商品 其中 台湾烟酒公司昨天公布 此前买下的立陶宛狼母酒 将于大年初一限量开售6000瓶 每瓶售价600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是137元 眼前的网友发现 这款饥饿营销的酒 其售价竟然是大陆再售同款商品的4倍还多 据台湾媒体报道 1月18号 这批飘在海上的狼母酒到达台湾基隆港 共20400瓶酒被台湾烟酒公司一次性买下 昨天 台湾烟酒公司董事长亲自拆柜开箱 并宣布首批计划售卖6000瓶狼母酒 将在大年初一上架 我们最近也会陆续 跟扶货到我们长期合作的烟酒专卖店 以及这次比较特别就是说全家便利商店 他也采取跟我们合作用预购的方式 售价600块 丁燕哲还表示 由于这次2万多瓶狼母酒都是裸瓶包装 为了让台湾消费者更加认同它的珍贵 会制作一些专门的繁体自外包装 再拿去销售 然而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 同款狼母酒在大陆电商平台上 售价仅2、30元人民币 台湾竟通过限量销售和改进包装等策略 每瓶卖到137元人民币 是大陆售价的4倍还多 有岛内网名就嘲讽道 用台湾纳税人的钱买别人不要的东西 再高价卖给台湾人 这买卖是不是有点太赚了 也有网友讽刺道 蔡英文展现的气魄让民众买单 谁让我们没朋友 事实上就在这批狼母酒还在海上飘着的时候 立陶宛对华态度已反转 本月4号 立陶宛总统脑赛达接受当地电台采访时表示 立陶宛犯了一个错误 允许台当局以台湾之名开设所谓代表处 他还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明确写道 不是台湾 是台北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表示 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所谓金钱外交维系台独活动空间 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